咱们现在和身后有什么区别的 喂兄弟 你每天这么努力干什么啊 我这结婚今天日快到了 多挣点钱给我老婆买礼物 少爷 还请您回林家去大区 家主已经解封对您全部的资产 并且还准备了三天一 给您当做 七七三天一 我再也不是五年前那个废物了 这些东西对我来说苟记住 我只是想做一个普通人 跟我老婆安安稳稳的过日 少爷 别忘了 我妈的跟你们林家脱不了干系 滚了 别影响我班神秘 少爷 你应该清楚 我们身为帝都第一世家 想做事情 还没人能拦得住 来人 把少爷给我绑了 好听了 少爷 罗罪 闻不闻 少爷 不闺是吧 少爷别打了 走 屁股的琼酸味儿呀 这是刘总给您的离婚协议书 只要签了他 就有千万现金作为补偿 青年要跟我离婚 你还不明白吗 刘总现如今可是江城的商界新秀 身价过异 今天晚上就是要拿下轻易的办 而你 就只是一个会洗衣做饭 搬搬水上 无能够 你的身份 早已天差地别了 这是青年的意思 这是刘总的言话 杨青年过来 我当面跟他说清歌 不用了我在 老婆 以后不要再哄老婆 老婆我 听不懂刘总的意思吗 这是我们家的一个秘诗 听什么动手 行了李扬 从今以后我们就是两条路上 赶紧签了吧 刘总向我 还有开会的 今天是我们的结婚 今年日 有没有告诉我为什么要离了 是我哪做错了吗 你还没发现 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越来越更重 五年 五年前你一无所有 是我一直安慰着你 给你出谋划策 是我天天给你洗衣做饭 现在你事业有办法 然后你找菜开我 放开先当手 叫你的意思是说 刘总的陈旧 都是你起的功劳了 笑死人了 你也不看看你这脏兮兮的样子 这离婚协议 你就要签了 是 好 我签 刘总 你别后悔 慢着 慢着 可别说我们刘总欺负你啊 这里呢 三套姜组别墅 五百万现金 九十九根金条 如果你觉得变现麻烦 这个卡里 五十万现金 你也不做如此吧 你疯了 这里面的钱 可是不容易一辈都赚不到的 不用 我林阳净身 离婚是我对不起你 有什么补偿要求 尽管 你竟然因为金钱和权利 我是一个陪伴你躲过低谷的人 金钱和权利不重了 是你越来越跟不上我的脚步了 我柳青年需要的 我是一个只不洗衣做饭搬水流的男人 别怪我对你的期望太高了 我以为你不会甘心过这种纯女生 纯女生我怎么了 有什么不好的 有钱人的生活就这么好吗 我跟你说过 风俗的事情不需要你管 所有的不难都能够平稳过去 还不明白什么意思 照你的意思 刘总能拿下千亿订单 是农牢了 没错 是我单不过一场考虑 你一句话就抹去拢死你了 这笔签一定的 是好少帮我种起来了 是好少的帮忙 这分明是 对对吧你 还钱不够丢人吗啊 就你这样的农民工 也配强好少的功能 要不是开战你是一个女 我早就想抽你两巴掌了 你敢吗 快 你要打我 一个目光短浅的贱人而已 打就打了 下课 我操 不来个极片美金 给林先生问好 没有 好你个林阳啊 刚跟我们刘总离婚 这就够大赶狐狸精了 你还真是吃脸 吃脸啊 你敢打我 这个贱人到底是谁 我是谁鼓中 你只要知道 招惹到我 我一句话就能灭了你柳家 这么嚣张 难道他是江城四大家里的青鸡 好少 你怎么来了 对啊 这千亿订了个招商会就要开始 走吧 这才刚离婚就帮上了一个富家女 看来我和你离婚是对 个人先告状了呀 护送林先生 林先生 为了感谢你这好我爸的币 这十一年是我们的一本心意 还请你收下 你是柳先生的女儿 之前已经答应了千亿订单 我不能收 好了 那晚上千亿订单的商务宴 还是能见到东家 我肯定会来 既然已经离婚了 就没必要过这普通的生活了 柳青爷 你马上就知道千亿订单是谁送的 不仅医术超觉 还对时宜不动于衷 你到底是什么时候 谁说 你 你怎么把我情依着了 我问你 你是不是跟青岩离婚了 是 不是他的错 是我的问题 我就知道是你的问题 依我的女儿的性格 要不是你对不起他 我不会跟你离婚的 妈 我这五年做了什么 你清静正确 不是不可能做任何对不起青岩这事的 这一做饭打扫卫生 一样正事都没干 待在家里吃软饭 说不定 还在外面偷你 就你这样 你也陪我女儿 你说这话是不是太过笨了 我哎 行了吗 别跟他废话 你们离婚的事我可以不管 但是 钱必须花 什么钱 跳 还装呢 啊 别以为我不知道啊 我写给你离婚 给了你五千万的分手费 对对对 那是我女儿的钱 你一个在我柳家混吃 混 五年的废物 最绪 你凭什么拿 还给我 那五千万我没有拿 就你一个穷小子 能不要五千万 谁信呢 对了 是想赖着我们家青岩 哎呦 我们青岩命怎么这么苦啊 他让你这么个废物东西 哎 看你这副死皮赖脸的样子 看来是知道我姐前段时间 团成了一个招商会签衣订单吧 哎 签衣订单 你知道是什么概念吗 让你不吃不喝打工 一千年你都赚不到 就你 也配赖着我姐 原来是签衣订单让你们变成这样 咱们知道 这个订单我不应该送 哎 哈哈哈哈哈 你说什么 签衣订单是你送的 哎呦 我没听错吧 哎 你一个平时 连买菜都没钱的 废物赘序 还签衣订单呢 你真是排日做梦嘛 你这 哈哈哈哈 好好好 马上过来 哎呦 行了 别跟这个废物浪费时间了 你姐让我们马上去周商会 你给他庆祝 获得签衣订单 哈哈哈 你从晚上好 酒量酒量 哎 你才联加仇商会的 那都是身价百万个大 一会儿有点出息 多认识这个大佬 刘总 您的家人来了 给他妈妈好一点点位置 待我地多认识先 明白 刘总 王总 那边请 林阳 你整个个废物 他怎么进来 这学乎怎么来了 我看呀 肯定是尾随我们 绰绰问起来 清言 你这个废物追戏 这个地图是你能来的吗 妈 你 你什么你 这可是江城顶级的招手会 能来参加的 那不是身家百万的大佬 你一个穷鬼 你是来给我们刘家丢脸的吗 我警告你啊 今天可是我姐记住 千亿定三的大好人 你要是敢故意闹事 你会不会的 都是一家人 没必要死破脸 一个废物而已 撕破脸不还是废物 你觉得我们会怕你 那就是你对我家的面前 放不认你去 听说这废物追去 在工地上搬水 脏的要死 好像刘总和他已经遇婚了 那样 你这样的 我有邀请函 为什么 就你这个穷鬼 还有邀请函呢 哦 我知道了 是那个富家女看你可怜 送给你的吧 哈哈哈 闭上 好少到 好少到 什么味道啊 臭死了 原来是穷鬼 那谁把这穷鬼装进来的 这都被困了 好少 多谢你的宝 谢谢 客气啊 明前祝贺你获得 千亿订单 看来传闻是真的 这次招商会的千亿订单 已经内定给了两千年 刘总 也就二十五多岁吧 能拿下千亿订单 未来不可牵练吗 听说 只要获得这千亿订单 就有机会 跟对宫的第一大家苏 临价其中 现在知道 你跟我们家青年的差距有多大了吧 我们青年 那可是天上的凤凰 光宗耀祖 而你 只是地下的蝼蚁 你们之间 天差地跌 确实是天差 那你还算是有自知之明啊 当初我姐给了你五千万 你竟然不要 那你就继续过你的废物人生吧 既然家人都来得差不多了 多坐吧 对了 我忘记告诉你这就 这招商会的座位也是按身价 就算你这穷有困境的 也没地方坐 没地方出去坐 要不这样 你呢 学狗摇摇嘴吧 他就有点事 我能看在青年的面子上 给你找一个好角落的位置 也对 反正这个废物平时在家里 也是吃剩饭剩菜的 跟狗也没什么区别了 是吧 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别怪我不念旧情 哎呦 我吸的你念什么旧情啊 一个连位置都做不起的废物东西 李阳 别那么好 这总是你干 现在好了 都在笑话 你和他们一样也看不起我 是吗 你行行好吗 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 你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等我接手了千亿订单 我们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 我们和平分开不好吗 明明是因为你有钱了想踹开我 一个牵引订单就让你变成现在这样 你太让我失望 你知道为了这个牵引订单 我付出了多少吗 但凡你有点上进心 别一直碌碌无为 我至于会是这样的选择吗 好了 我不跟你变换那么多 待会你跟我做一桌 我带你认识一些身价故意的老板 也算是对你的 身价故意在我眼里屁都不是 你觉得我来这里是因为这些吗 笑 一个软饭男还看不起身价故意的大伙 你也不撒泡尿照找自己的鸟样 别说这样的大伙 刘总 我们别管他了 等所有人都落座了 看着孤丁业的丧家权 丢人 各位 招商费已经开始 谈你各位软饺的软饺 软饭生价是第三盘 软饭生价是第二盘 软饭生价是你前面第一盘 你这么厉害 怎么去做第一盘呀 区区第一盘还不够资格让我去做 你一个扛水衣的农民工 就别在乎你点可怜的自尊了 好好跪舔 说不定啊 我们给你跟骨头啃啃 好了好了 跟这种只会成口车枝快的窝囊 没什么把气球 只会拉低我们自己的道理 走吧 哎 哎 哎亲眼快过来 别跟那个说大话的最有浪费时间了 跟我过去吧 别再说大话真是丢人 哎 到底干什么呀 我怕是这个废物没见过这么大的场面 吓傻了吧 哈哈哈哈 你个穷鬼赶紧跪到墙角去 啊 哎 要不你考虑考虑 学两天鬼叫 我跟你要买一个第三百的位置啊 我说了 这些人还没有哥跟我做一起 李洋你 李洋你疯了吧 他不下来 我想问一下 万一身家 应该做 你 笑死我了 一撑屁就算了 还装这么大的屁 陈屑 这傻子 你要是万一身家 这比您震全球了 还至于在我柳家洗衣做饭 我以为别的半天要收拾 从你这小破兜里面掏机装黑卡 就以为是这颗黑卡的吗 没想到这刘总 怎么摊上你这么个神经病 林阳 我的忍耐是有限的 我可以为你解误 但你也没有必要这样呼叫蛮缠 我说的是实话 谁呼叫蛮缠了 我知道你跟我离开 你想通过这种方式 让我难堪 现在你做到了 满意了吗 如果满意了 那你就走吧 我们之间到此为止了 我现在是明白了 你这个废物不但穷 还有心思 让我们青年难堪 这个商会放弃 千亿订单给我们 我实话告诉 我们青年跟商会 关系很好的 已经百分之百 内定了千亿订单 不是你这个 跳梁小丑能影响的 还不赶紧滚 别在这丢人现眼 本来这千亿订单 送就送了 但是你的一而再 再而三的招容 还可以取消 喂 喂 给我取消了 和柳家的千亿订单 并且 撤销和柳家的 所有合作 哈哈哈哈哈哈哈 又是一乐身家 又是取消千亿订单的 笑死我了 我们柳家怎么有你 这么个神经病 真是丢人死了 这千亿订单 可是好害 咱们都操作的 就你一个搬水泥的农民工 也可以说取消 耳朵 沐阳 你真的让我对你失望透顶 你为我吃了五年苦 我承认我也很亏欠你 我也许诺给你千万分手费 豪车金条 这些足够弥补你了吗 没想到你还不知足 你是不是觉得这些都不够啊 想从我的千亿订单里面飞一杯羹 好啊 我成全你 等我的千亿订单谈成 我给你五个亿 够了吗 我早就跟你说过 这点钱我不放在眼里 还有 你一直说你千亿订单是好 现在不能操作 一会儿你就不知道 到底是谁给你 啊 姐 你说什么苦话呢 你把五个亿给这个废物 那还不如给一层猪 起码 虫能养的白白胖胖了 给了他 屁事做成 什么了 就当他这个臭穷鬼 给我们表演了一场戏 就这个角色 要是能取消千亿的 我为什么叫他生怕 就是就是 就你这个臭转鬼啊 也敢来抢我们好受的功劳 是 各位 有一个坏消息要告诉大家 天一订单 你走了 干嘛 订单取消了 这怎么可能 我们侵然是内定的千亿订单 怎么可能取消了呢 麻烦您再确认一下 哎对啊对啊 这千亿订单哪能收取消就取消的 这也太儿戏了 而且这个是好照在幕后操作的呀 怎么回事 同样是吹牛怎么这废位就失现了 主家对柳家的这次表现不太容易 所以千亿订单暂时就不够 哎呦我柳家的机遇呀 难道取消订单真的跟他有关系 那好爽 林阳 这订单 肯定是他在招商会人捣乱 这个出家不开心 取消了订单 就是他这个宅心害的 都问你这个废物 本来我们柳家靠这个千亿订单 就能放下帝都第一世家林家的 这下全完了 肯定是他祭祖好少帮柳董取得订单 祭祖好少的蒙令 这才到处使唤 这想好了 真的惹怒了楚家 定单被取消了吧 不可以 你 行了 金亿订单这么大的事情 怎么可能因为他来闹就取消 应该是楚家 秦然 要是按你的意思 跟楚家再谈谈 那那个天地男还是能拿回来的 可是楚家的负责人 太难见到 如果是这件事情的话 我倒是可以 我倒是可以帮忙 哎呦 好少 请您细舍 我听说 楚家的负责人 您这次也来找上会 一会 我可以把他引献给你 哎呦 好好 青年 快来谢谢好少的帮忙啊 多谢好少帮忙 我欠你一个人子 本少爷只是知道负责人会来而行 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大的面子 让你和负责人结婚 不过这次人情欠了 本少日后就更火烂下去了 不愧是好少呀 就算有小人捣乱也得顺利解决呢 小事就 只要能帮走学的就学习 江城经验有如此极品的美女 我当时谁来了 原来是这软饭男抱着狐狸精来的呀 我要是狐狸精的话 那你又是什么呢 是指挥到处讨好人的哈宝宝吗 林阳 如果你真的尊重我 就不应该把别的女人带到我面前 要我要为尊重 那好贱呢 我们俩还没离婚呢 你俩就一直纠缠 这就是你所谓的尊重 不管你信不信 反正我问心无愧 问心无愧 我今天算是谁到 美女 我想你应该是被骗了 这家伙根本就不是什么附加自己 根本就追不上你的美貌呀 那要怎么样 只要我喜欢就好 美女 以你的气质和美貌 完全可以加入豪门 何必跟着他吃苦受罪呢 豪门又能算得了什么呢 在我眼里 林阳才是最优秀 要钱没钱 要权没权 要能力没能力 谈何优秀 至少 你算 美女 你可能还不知道 这小子就靠借张点吃饭 秦烟已经吃过亏了 你可得小秦家 我能被他骗财骗色 骗财骗色 我倒是想 就怕他不愿意了 你现在就没明白我的意思 他就是个骗子 你跟着他没有任何好处 喂 我说你烦不烦 老娘爱跟谁跟谁 那你不是 老娘爱跟谁跟谁 那你不是 说起来 我还得谢谢你把林阳让给我呢 要不然 我还发现不了这么个宝藏 你个狐狸精 你眼里的宝藏 在我看来 也就一般 一般 那对赌如何 一个月的时间 看他们两个 谁的成就不高 美女 你吃错药了吗 你让我跟这个废物兵 可以吗 就是 好少啊 可是好是医药的接班人 身价十几亿 林阳算什么东西 也配跟好少相提并论 你确定要赌这个 当然确定 就看你敢不敢 赌猪是什么 谁要是输了 谁就给对方道歉 然后承认自己 有一点无猪 好啊 没问题 好 那就这么说定了 你可不要后悔啊 倒是自然情绪 真的是自缺欺负 真的是自缺欺负 好呀 你还敢挡 你害得我们青年丢了千亿订单 叫这个狐狸精来气他 你真是个白眼狼 行了吗 千亿订单的事不怪他 你就别穿河 妈 几何难得 我们军是点大老 别怪他废物东西了 冰阳 我先去处理点事情 一会再来找 好少 您答应帮忙引荐的事情 现在可不过 青年 你放心 我已经调查清楚了 今天晚上的慈善晚会 是由楚家大小姐 楚林轩亲自操办 至于这千亿订单 到底会选谁 就把他的喜好 就是那个商界女王楚林轩 对 那还请您的朋友 帮忙 把我的资料 给楚宗看看 好 我试试 大小姐 大小姐 这是您要的资料 经过我们层层筛选 只有这四家企业 符合我们千亿资产 候选人的要求 您看看 还需要什么 难怪他会来这里 原来 谁还不想放弃这千亿订单 自从柳青岩和林阳结婚后 短短五年内 一个几百万的小公司 就变成了价值十几亿的大集团了 真 真不知道你这柳青岩是怎么想 放着这么一个金龟絮不要 非得跟那个姓好 小别三纠缠不清 这不是脑子有病吗 大小姐 您这时间 重新要选择柳青岩的 不知道 先把资料拿给林先生 让他来做这个 好 哎 姓林的 这可是给身价过亿的人准备的位置 你也敢做账 我起来 如果万一身家的人都不配做账 那你一个小便三有资格进来 你还有点贴这个事情 你要是真的身价过万一 在这做的这些大大走就过来围着你进去 下次说谎话这些麻烦你先动动脑子 信不信随你 那这些麻烦你先动动脑子 信不信随你 你这副嘴脸真让我恶心啊 你要真这么厉害 不如帮我们刘总恢复签议订单啊 别只会在这说下话 这签议订单我可以指标 对人很可以指标 得了吧 你要是真有这个本事 我跪起来叫你结业 上次你还没叫吧 你不会真的觉得那个做出吗 还是说你觉得你真能左右千亿主担 又开始说大话是吧 行了 我们可没有时间再跟你这个废物浪费 赶紧给我让开 不然我可要叫保安了 如果我不让呢 好啊 这可是你自找的 待会丢人现眼可别怪我 好 行了 他爱做就让他做 怎么了 我不要接到那个 希望是 不要好像没有去 什么 是什么 怎么会这样 哎呦 青年呀 现在可怎么办呀 没被选中 咱们之前的努力 岂不是白费了吗 是啊 姐 我都答应我女生明天给她们拦不及你了 你现在整个一出 你不是让我丢人的吗 你以为我想这样啊 柳青年这个人可不太行啊 照我说 他应该抓紧时间去陪水 这样才能拿回千亿定单的 林先生 大小姐让你看一看 是不同意柳青年继续接受 这《楚家的天亿定单》 是否同意柳青年继续接受 《楚家的天亿定单》 啊 毕竟夫妻一场好最好赛 先一定呢 最大大赛 好 那就按照您的评论办 实不相瞒 我父亲确实和楚家家主有些奖心啊 只要我父亲张口 这楚家多多少少还是会卖点去面的 哎呀 那也太好了 哎 好少您要是能帮我们这个大忙 您就是我们的大恩人呐 好说 那我现在就打个电话 行了 我知道了 有时间的话 我会跟初总谈谈 我爸已经答应了 你们放心 这件事情啊很快就会有结果 哎呦 好好好 好少有您这句话 我们就放心了 多谢好少 区区小事 不止于接 某些人看看吧 在我们刘总遇到麻烦的时候啊 是好少 绞尽脑子的帮忙 不像是某人 不会在这看戏 就是 你要是有好少一半的能力 我姐你不会跟你离婚的 漂亮 什么 哎 什么 选择让我继续接手 怎么样 是不是有消息了 没错 刚刚江城商会的总经理给我打电话 让我继续接手签议订单 太好了 我就说没问题吧 这多亏了好少的帮忙 要不然这件事情也没有那么顺利 没错 要不然这件事情也没有那么顺利 没错没错 好少呀真是神科广大 这简单几句话就搞定了 哪里的话 这都是我副写的 这老头子的办事效率 什么时候这么快了 雷扬 你瞧见没 这就是差距 是啊 好少一句话 就搞定了签一订单 你呢 有什么本事 别这么说呀 他不是还是会蹭吃蹭喝吗 啊 通了吃软饭还能干什么 况且但凡有点能力 也不至于混成这个屁 那个狐狸精怎么不在呀 真想让他看看 他自己选的男人 到底有多过呢 你怎么确定就是他 你有证据吗 那不是好少 还是你不成 也不看看自己的姓 姓林的 真要是没我帮忙 你凭什么觉得主家伙突然改变 没错 事实都已经摆在眼前 难道你还要嘴硬 还没说 如果我是 我会亲自调查 一年舔错了 我看你就是记住 自己不行 也见不得别人好 亲人的你不是想说正确 今天我让你输的心服口服 喂爸 有什么事 没什么事 就是谢谢你帮他我这个忙 帮个屁 老子正在开会了 以后这种破事少了 当然了 啊哈哈哈哈 好笑 刚才你爸在电话里跟你说的什么 说出来给他 是啊好少 您就大大放放的给大家说 让他也知道一下 你们俩的本事到底是谁的 这有什么好说的 我爸已经承认了 确实是他向楚家求的亲 要不然 他也不可能拿到这牵医的地方 听到了吗林阳 都说的是好家帮忙 你还不信 现在还有什么可说 如果我说好间是撒谎的话 能信吗 林阳你够了 你一直在这扶脚蛮缠 到底有完没完 我知道你进入好事 但是你也不能一直故意抹黑对方吧 承认别人优秀有那么难 可以进 所以在你心里 我就是那个搬动之飞的小人是吗 你看看你现在所作所为 难道不是吗 你年的福气 难道人一个外人都在里面 是 我是小人 他是君子 是我污蔑了他 这样说你满意了吗 你这是什么态度 难道我还冤枉了你不成 没冤枉 是我嘴贱我活该 你真是名玩不灵 亲眼 别生气 这林阳看我们两个走得近 那边也不学提醒 我 我也不坏的 毕竟这人都有犯错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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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人家好少 你怎么抱怨这就是差距 你要真这么想 那我不怕可惜 哎呀 我看你就是做贼心虚吧 像你这种人啊没本事就算了 还太说大话真恶心人了 随你们 你怎么看 坐坐坐坐 坐坐坐 我没见我给你就不错呀 你喝到如此机 美女啊 我看你很眼熟啊 咱们 是不是在哪见过呀 相对地是缘分 这样 我说你喝点什么样 你兴趣 兴趣是吗 前辈呀 这样吧 我干脆 你陪我睡一晚 夹个随便开 滚 呦 还挺大呀 不过 还赖 走吧 你他妈算是个什么东西 感动老子的女 好帅好帅 你废物 是吓傻了吗 人动都不敢动 真没救 只有好受这样又有能力 又有魄力的人 才配做我的姐夫 至于你 赶紧给我滚吧 姚子 知道错了吗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管他吗 你是个什么东西 感动老子的女 就一条女 看见吗 林阳 好受这样 你啊 他是真男人呢 你这样的窝囊费 自己老婆都被欺负了 还在那干看呢 告诉我 我爸 是东城明爷 你是明爷的儿子 明爷 就是东城的那个地下皇帝 明爷 除了那个杀星 还有谁敢自称明爷 好受 竟然惹上明爷的儿子 看来要倒霉了 你是明爷的儿子 烦了烦了 本想出个分头 没想到竟然得罪的这位爷 怎么 刚刚不是很嚣张吗 现在知道怕了 哥 都是都是误会 误会 误会 你没误会 你这个流氓 这可是楚家的地盘 我劝你不要得算进尺 楚家又自备了 刚刚是这小子先动了 我自己自备罢了 楚家又能把我怎么样啊 你胡说八道 看来 你们还没搞清楚状况 既然如此 那我就让我的人好好教教你 住手 这是跟他没关系 我知道 我看上的是你 这样 你帮我伺候好了 帮我伺候舒服了 怎样都行 我都吃你 还敢动手 来人 完了 你们快把刘总放开 快 再过来 信不信我让人把你轮了 走 好受 快救救刘总 放开他 放开他 怎么 小子 想要用就没啊 你觉得自己是那块料 我不想把石纸弄蛋 放了 我要是不放了 不放你就得死 你他妈刚听到我是谁了吗 敢这样跟我说话 我不管你是谁 我就给你三秒 如果不放他 后果自复 他妈挺狂啊 我倒要看看你今天有什么本事 上 我这两个保镖平时打几十个人都没问题 怎么直接被这小子一拳打趴下 这家伙怎么可注意看 这还是我认识的废物银行吗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是你的客人 啊别过来啊 你信不信我他妈宰了他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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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们敌人危险 我死定了 你们这些所有人都死定了 这手你不能伤他 要不然所有人都在跟着你倒霉 你不能伤他 要不然所有人都在跟着你倒霉 我以为你是在想着我的安全 没想到是怕连累你 林阳 你试口耳指吧 别再量量我们了 没错 你敢动赔上 我看你是活腻了 别为能打就天下无敌了啊 林阳 你跟我没关系 你别怪我们啊 真说的 我父亲 你也也算是伤手啊 我帮你 这样子 现在 你帮他 小子 你他妈很能打是吧 你很能打有屁股啊 出来混 没有背景 有势力 你他妈敢动我 信不信我让你死我造神之爹 阿老师 我告诉你 你现在给本少爷跪下真错 幸运我高兴了 还能放你吗 赶紧跪去 你赔少客户认罪 人家赔少给你机会了 还不赶紧的 你这个废 以为自己有能耐了吗 小子 你要是不跪 你今天别怪我 玩死你的女人 是在玩火 本少爷就是在玩火 我要玩你的女人 但这样 我还要让你亲眼看着我 承蒙你的女人 不光是这样 我还要让我的兄弟 都把你的女人扯过一半 让你眼睁睁的看着 你就无可奈何 哈哈哈哈 你小子 跟上 我 你疯了 知不知道你做了什么 闯大祸了 对了一个人渣而已 有什么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你不应该伤人 谁呢 你干嘛 自己想找死 别他妈连累我们 你知道伤了明爷的儿子 后果是什么吗 我早就说过这个被我 是个灾心 先生派人 七年 他敢丢了签议订单 现在又连累我们 得罪了明爷 我跟柳家贪扯 你这个人 真是遭了八辈子血没了 行了 不管怎么说 林阳也是为了救我们 林阳怎么不听一句呢 陪一根被废的消息一旦传出 明爷必定震怒 到时候你就只有死路一条 你听我的赶紧逃 逃到月也别好 别再回来了 我为什么要逃 你就别逞强了 明爷的势力 就凭你那三脚猫的功夫 根本起了任何作用 柳总 你就别劝了 这种人根本不听劝 怎么样 还是别管闲事 以免萤火烧身呢 李扬你不能逃 这要是明爷来报 你们就都还贴着羊了 对不是 好笑说的对 不能放他走 你们怎么能这么说呢 好歹林阳是救了我们 谁让他救了 干嘛 浩子 多管闲事 你们 你们放心 一人做事一人当 我现在有 李扬你 赶快想办法 帮我平息此事 打人的是他 我们为什么要进行李扬 刚刚林阳救了我们 难道你让我见死不救吗 这 得罪的是明爷 好笑或许能帮忙啊 我 是啊 您不是说您父亲跟明爷认识吗 如果您父亲能出面 此事或许能双双缓和 我父亲只是和明爷见过几次面而已 黑一根被打成重伤 明爷怎么可能山岗半球 好笑如果能处处相助 我一定欠您一个大人情 是 那我试试 但是我也不能保证什么 已经认识了明爷 好 陪家这几只苍蝇放我很久了 如今 算是被教训了 大小姐 这林先生是施丹利博 怕是挡住赔明的报复吧 要不要去帮忙他 不着急 先派人盯着就行 内心赔的 未必斗得不定 大小姐 您这么看好他 与其说是看好 不如说是期待 我总觉得 还不再给我惊喜 大小姐 您不会真喜欢他吧 要知道 您可是有无用分推的 嗯 记住 我的事情还轮不到你来插嘴 做好自己的本质工作就行 是是是 哎 林管家答应我没有 没有本质 看来想打扰林家这个狂人打鼓 得想其他办法了 我儿怎么样了 我知道有意思我说 但是你一方三十开度 你半个人可能在心 把你的执行 你说什么 说啊 这我说清楚了 我儿明明好好的 为什么会被人打成这样 你也是这样的 都是快到武道宗室的人 却连一个人都打不过 要你们何用 我老是干什么 我着急人生把这小子救出来 不管他是谁 干什么 我毕竟让他碎十八度 滚 滚 家主 大少爷 还是不愿意回来 而且 他的实力现在十分恐怖 看来 封印是要解除了 看来 我们怎能帮他的 我这儿了 罗燕 老燕在 我命不救你 既然封印最开 这家主令 和当初 撒害他母亲的线索 你拿给他吧 是 家主 我刚刚走的消息 大少爷 他离婚 什么 离婚会蒙索消失 万一有了束缚 我儿 怕是要 重播 云霄了 这天 他身边 那 我们林家 还不是第一家 确实 保护不了他的母亲 既然 现在 没有了束缚 就 用他去吧 是 惨诚 谭秘书 刘总 有什么吩咐 帮我准备一份后礼 我要去一趟潜龙集团 潜龙集团 那不是明眼的地盘吗 难道您是为了林阳的事 对 我要找明眼谈的 现在明眼正在气头上 您现在过去 不是自己往枪口上撞吗 而且好车已经答应帮忙了 要不我们再等等 已经等了一晚上了 到现在还没有东西 估计好见那边是帮不上什么 我必须亲自从人 刘总 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林阳是为了我才闯过的 我不能见死的酒 去准备吧 是 他们一走 你留在这里等我 如果我半个小时都去 你不保 明白了吗 明白 保证完成任务 走 郑总 果然是天生理智如 难怪我那不争气的儿子 我会为了你 给人发生真正 明眼 此事因我而起 不愿意负钱责 求您高抬贵手 放你用一条生命 负责 你拿什么负责 我会请你最好的医生 而且 他会做出相应的补偿 我不赚钱 你如果有诚心来道歉 那现在 何方 这 我酒量不太好 我不喝了 我酒不得 所以我喝 好 我喝 Juice 耶 这样可以了吧 看来 你真的是忙忙的 那也别说我不给你机会 现在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这话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是我说的不够清楚 还是你理解不了我的话 我是说 让你脱光 伺候还我 我就很考虑考虑 放过你们两个 你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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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说实话 老子我玩过的女人真的不少 但是像你这种极品 我还真没尝试过 我的手段 你该知道 我现在跟你谈 那是你的荣幸 等老子没心情了 你就是脱光了 跪下来求我 也没用 自己好好考虑清楚 哇 啊对了 我现在去洗个澡 我希望等我出来 你能脱光了 在这等我 不然的话 我就自己动手 啊 忘了跟你说一件事 到时候 就不是咱们有个玩游戏了 我还有 群羞的 你们还没背负我怕呢 少爷家主过世 什么 并且家主决定 不再隐瞒 当年杀害你母亲 凶手的线索 慕容家 谁家 除此之外 家主 还留用一份遗言 说 请大少爷 继承林家家主之位 请大少爷 继承林家家主之位 请大少爷 继承林家家主之位 喂 喂 林阳 刘总为了你和明烟区谈判了 现在一直没出来 很有可能遇到危险了 什么 我说了是我的事 他跑去搅我什么 姓林的 你有没有良心 刘总可是为了救你啊 他现在在哪 他在潜龙集团 我马上过去 少爷 少爷 现在林家所有上下 唯你是从 请下令 请少爷下令 现在我们能召集多少人吗 回禀少爷 现在能够召集八万五道宗师 好 传我命令 八万五道宗师 随我 你也开架 是 还没过呢 非要让我亲自动手 啊 明月 我的人已经报警了 最后别乱来 哟 你吓唬我呀 哈哈哈哈哈哈 你当我是怎么走到现在这个地步 我告诉你 局里边有好多我的人 你猜 他们会不会抓我 哎 哎 你 哎 哎 哟 哎 哎 哎 你也不小心 那我就 封给你脸了 哈哈 撤上 你找死 哈哈哈哈 说不上 你找死 妈的 哪来他妈的臭小子 这骗老子的好事 你是谁 我是打伤了儿子的 你说要是 你是个臭小子 现在还有什么意见 说吧 天堂有门 你不在 地狱无门 你闯进来 居然还敢单枪匹马到你门 你 你 你必死 你必死 小子 我知道你很难 可这些 不是那天的废 各个都是武道宗士 第一体白 而且不止如此 我在外边 还埋着了二百多位武道宗士 今天 今天 就是天王老子来了 让你必死无疑 区区二百五道宗士 今天 都得跟你陪上 你真的是大言不惭 只需要一位武道宗士 你就能在江州成王 而我 有二百多位 我想杀你 谁也 天忠一响 帝王将落 天忠二响 我将其子 天忠三响 天忠三响 八万五道宗士 已经将陪家团团围的 只需要您一声留下 令官家 你 你刚才这小子叫什么 是 少主 少主是你佩妇 跪下 是 说吧 我母亲到底是谁傻 我说可以 但 但是 你得答应我 都不会动我 你现在还有资助跟我谈条件 说 这 这些事 我也知道的不动 我只知道 我 是听慕容云的命令 慕容家 对 慕容家是帝都的第二世家 慕容云是大少人 也是楚云珍小姐的未婚夫 俊说 这几天不来经常 留意她的故事 行 不 好伟 这不是好姐的父亲吗 明眼 我是好事团的好伟 我们卖假要被查了 并领破产 能否见五千万正书鸡 喂明眼 你有甜蜜吗 你 你怎么说 把谁家这些五道公司 上 是 我这是怎么了 刘总 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 是帝都第一大家族的灵管家 过来救了你 那可是真正的超级大人物啊 灵管家 他怎么叫谁 救我的是帝都第一家族灵家 而灵阳也姓灵 难道他是 问问他 一切都明白了 刘总 我想问你个问题 是说 这灵管家跟我们非亲非故 怎么会亲自过来帮忙啊 怎么也有所谎 我知道了 肯定是好事要帮的忙 好见 没错了 能主动帮我们啊 还能请动灵管家的 只有好少了 而且我就只给好少和灵阳打过电话 总不见得是灵阳吧 你这么说 他也有所谎 看来刚才是我多想 他真有这么大本事 就不至于这么窝囊 清言 清言 没事吧 我一接到电话就赶过来了 好少呀 多谢您的帮忙 这才救了我们刘总啊 帮忙 是啊 您请了灵管家过来 才让我们刘总脱离的危险啊 这灵管家什么身份 我哪里请得到 不过这是难得 让清言有好感的机会 不要白不要 哦 我就是抱着试试的态度 只没想到 灵管家这么给面子 你这人脸必须真厚 你就很怕东风十风 林阳 看看人家好少 轻轻松松就解决了危机 不像你 只会用蛮力 可差点害了刘总啊 他这么厉害 怎么现在才露面 别看人家好少来得晚 人家可是请了灵管家来帮忙的 要不然就凭你 你以为你能从明年的地盘走出来吗 那是他一厢情愿 你这人怎么不识好赶啊 人好少救了你 你不识赶了也就算了 还敢在这大言不惨 真是个白咬狼 算了算了 这某些人呀 以冤报德 咱们也没必要跟他计较 你也掉了身上 您看看 这才叫嫉妒呢 林阳 好少好歹救了我们 你说一声谢谢应该不过分吧 要谢你谢 不关我的事 你现在怎么偏像这个样子 他什么都没做 就一句话就跑过来 你就相信他 到底谁变了 难不成我真的误会他 可是明爷势力如此强大 他怎么可能解决 喂 楚小姐 林先生 快来天下园救我 啊 楚小姐 楚小姐 你怎么了 林先生 我感觉好热 好渴 啊 我好难受 你的胸部有痛苦在忍受 你帮我看看 好吗 你对人下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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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那种强烈的催情主导 别吓掉了 我好难受 没事 我可以治 但是我知道了 有一种方法 可以更换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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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住了 嗯 嗯 嗯 我需要脱掉你的衣服之便 别误会 我相容您真 林先生 我别人一起了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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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楚小姐 你提那种毒素也行 现在只剩下一些药性 多喝点水就好了 多谢林先生出手相助 你种的这飞行毒药 非常香 我之前曹老种的如初一种 如果我们猜错的话 可能是同意的作用 没想到 李他的孙子 竟然会就是这样的事情 对了 林先生 今天 谢谢你出手相助 与你果店 你做点品 不用了 今天是爷爷的寿宴 你过来参加下吧 爷爷对我照顾一寸一寸 他的寿宴 确实得去一下 好 我马上等 那这云丁酒店我就说假 老爷的您小心点 哎呦好少 我跟您说 云丁酒店啊非常高级 您帮我们那么多忙 真得好好感谢您 公公 您客气吧 人类清言和柳家吧 哎 那是我的荣幸啊 还是好少有风度呀 不像林阳那个废物 连老爷子宴会都敢知道 别等那个废物了 可不见进去 好 来 谢谢 不好意思 我们在这里不让进 什么 不让进 你知道我们是谁吗 竟然敢拦我们 开门做生意 不就是招待客人吗 凭什么不让进 瞧不起谁呢 抱歉 你没开玩笑吧 什么高级会员呀 真要一千万 就是 你们咋不去抢呢 这是我们老板天下的规矩 如果各位觉得贵的话 可以选择普通会员 那普通会员需要多少 200万 普通会员也不少 我们就是吃多饭 花不了这么多钱 要不你通融通融 等一下我多给你一点小费 我早知道云丁酒店这么贵 就不选择了 还特意叫他们好事 现在丢人丢大方了 抱歉我们只接待会员 你 你这 要不然算了 咱们换个地方是吧 爸 今儿您给我瘦呢 哪能说换就换呀 再说人家好事 你这看着 公伯 还是我来吧 啊 我是这的黄金会员 所有消费啊还能打八折 黄金会员 那有多少钱呀 没多少 三千万 好在出门前找朋友借了去张考 好事真帅呀 什么弄得解决呢 就是 林阳说姐不该多好呀 别乱说 我又没说错 林阳那个废物平时有事的时候 他不是在旁边看着 这帮倒忙 哪里比得上好事 金阳 人家好少身份比我们高度 比那个更强多了 人家好少 对你们好感 你也要回人家呀 东京的贵宾员 这人请你 来吧 这边来 哎 林阳 你怎么在这呢 你能进来 我就不能进来吗 你能跟我们比 我们 可是黄金会员 没错 只有会员才能进来 就算是普通会员 也有两百万 你个穷鬼有这么多钱呢 要我看呀 他肯定是 特了好少的黄金会员 跟在我们后面 偷偷溜进来的 我说你呀 特了人家好少的黄金会员 溜进来 是不是该好好感谢一下好少呀 我说你呀 特了人家好少的黄金会员 溜进来 是不是该好好感谢一下好少呀 你想当前奥 别带着我 看到了 我就说这人不行吧 啊 蹭着人好少的会员 还诋毁人家 那样 今天是老爷子的寿宴 我懒得跟你蹊跷 否则别怪我把你赶出去 您看看人家好少 来看看你 难怪刘总会跟你离婚呢 你这辈子呀 就至今做个下层人喽 喂 那个谁 你过来一趟 把他给我赶走 他跟我们不是一起的 不好意思 这位也是我的顾客 那又怎么样 我们 可是黄金会员 他的身份 凭我们宗贵 我现在命令你 立刻把他们赶出去 这 怎么 你做不了主 叫你们经理来 没错 把你们经理叫来 我都要看看 是他这个穷酸鬼重要 还是我们这些黄金会员 不重要 林扬 你赶紧求求好少吧 好少啊肯定会大陆的帮你的 不然你就等着被赶出去 惆人吧 肯定定 林扬 你要是蹭好少的黄金会员进来的 就别摆出这种态度 好好感谢一下人家不行吗 星妍 你也觉得我是蹭进来的吗 我就是这的经理 怎么了 你好 我是这的黄金会员 这个人不是我们带进来的 麻烦你赶紧处理一下 看上你这个穷酸废物 真是我柳金的不幸 废物 拜拜了 好少 这不算了 老板 老板 你是老板 你是老板 开什么玩笑 他怎么可能是老板 怎么不可能 你们这些狗眼看人低的东西 又要在这宣兵多少 不可能 七小谷一穷二百的 那钱开酒店 哪来的钱不需要离婚 你只是要知道这个酒店是我 所以 是由我赶紧的女朋友 我不信 你肯定是这家伙整个的演员 连我们好少才是黄金会员 他怎么可能是老板 我专业吗 我专业吗 你要是不信 我立刻就丢出 经理 你搞笑了 是我们谈出来的 我们到前 原不原谅你们 还得看我老板 林老板 这几个闹事的 我要不要帮你丢出去 算了 今天是我爷爷的寿业 别让他老人家不当事 睡觉了 是 林阳 这是干子的 我怎么说 你不知道的事还多着呢 你转什么转啊 搞得你有根丢牛逼 哦 我知道了 这酒店肯定是那个傅嘉宇送你的吧 不然就凭你啊 真努力十辈子也买不起吧 就是招生贵上那朵 你听我 他还挺有钱的嘛 可惜啊 眼瞎 看上这么个废 咱们也别这么说林阳 毕竟男人都是要院子 林阳 你之前拿他气我就算了 现在还说他这么会说的东西 是不是太老实了 这个酒店是因为我救了他 他他送给我 还有 到处放个好店 是我越来越对你失望的 我跟你说过了 我问心无愧 你就算了 行了 看在今天是我的事物院费上 早说几句 老爹子 这个呢 是我们好市医药百分之五的股份 算是我的一件小事 好市医药集团百分之五的股权 这可加值一个亿啊 好市医药集团百分之五的股份 这不得值一个亿 一点小心意 算不了什么 哎 好市医药 你这可不是小心意了啊 听说 好市医药马上就要上市了 上市之后 这百分之五的股权 可不止一个亿吧 最少 也得十个亿 十个亿 既然话都说在这儿了 那我给大家公布一个好消息 我们好市医药呀 最近准备增资过股 不知道在座的各位 有没有兴趣参与 增资过股 以往好市医药一股难求 现在是放开了 这倒不是放开了 而是我们内部自己选择 投资人来进行增资 一般人可没这个机会哦 哎呦好市要业 日进等金的大公司 我们要是入股了 都每年的分红 那都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呀 哎皇上 我入股 我投五百万 我八百万 我也要我也要 这是我之前的积蓄 皇上我相信你 好那就算你们三个名吧 哎呦 哎李昂 要不 你也投点钱 不过啊 我这最低投资一百万 你一个吃软饭呢 跟你那个富家女 撒撒娇 那边也有机会拿得到吧 好伟 这不是好店的父亲吗 明爷 我是好店的好伟 我们卖假药被偿了 濒临破产 能否叫五千万正日记 所以这种群将破产的行业 就可调了 什么破产 啊 放屁 我们老师医药师尽抖精 怎么可能破产 我看就是你自己投不起资 还能念我 我警告你 你不要在这散播谣言 这件事情我好家明明封锁了 这小子到底哪来的消息 姓明的 你不要在这胡说八道 好家家大业大 怎么可能破产 我看呀 你就是吃不着葡萄 什么葡萄酸 我说的是事实 你们爱是我的事 到时候 好事医药剪成巧克力 你们都得过 放屁 我就是看大家关系 给大家有点福利 你接受不了就算了 他这事不能念我 你做什么事情 你呀 你帮不到我们就算了 好少给我们的福利 你居然从中做个 一度的坏事 这我看呀 这某人肯定是拿不出礼物了 抬着这五秒少子 对对对 我就说这个废物 今天怎么说出这样 我想 肯定是穷的都买不起 一个像样的礼物送给爷爷吧 爷爷 感谢您这么多年 再给大家拥有什么造物 这是因为千年血连 可以造成肯定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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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于血连 呦 哈哈哈哈 见都没见过 但是 否则 这个废物 这两元件 买得三十一百元 哈哈 如果没记错的话 千年血连可不传说 一百多 如果这朵是真的 它的价值 起码超过五个 五个夜 青年 你说这个只有五个夜 千金雪莲确实值这个价格 只不过 这千金雪莲 就算是全球第一药系 都很能拿到 这不棒 他们不信我 你也不信我 得了吧 你都说了多少次大话了 哪一次实现了 就是 自己成天做白日梦就算了 还要别人相信 真是白痴 我就说嘛 这个废物 你以为自己真的能拿到 传说中的青年雪莲 你们先别着急下定论 好少是要起 我们先让他看看 好少 是真是假 您尽管说 可不能让某些人 记得耍微风了 看过了 保证 看过了 纺织的 屁就没有 看过了 纺织的 屁就没有 本少可不是那群白痴 认不出的千年雪莲 不过你小的想出分头 门都没有 听见了没 以后啊 别再说这么丢人现眼的话了 我还以为你这次啊 你打我们的脸呢 果然呀 土鳖就是土鳖 永远也登不了山 我就说嘛 那个东西能是值五亿的青年雪莲 你先污蔑好少的公司破产就算 现在拿着假货来糊弄爷爷 你真是良心抖罪 行 等好事一样 哪天破产了 你们再哭爹 好不好 你一直说好事一样 你有什么证据 我没证据 不过这就是事实 你们要不相信可以自己去查 没证据 那你就是污蔑了 你 够了 我知道你现在放上那个富家里的大头 但你也没必要这么污蔑好少吧 人家没招你没热 你一次次针对人家 而且 你竟然还拿假药弄弄爷爷 我看卖假药能吃女排队 主长 看卖假药是你吧 青年 我好心提醒你 你不相信我就算了还这么说吧 这千年雪莲就是真的 是好见他怕我出风头 故意这么说的 哎 抢你风头 好少什么身份 你什么身份啊 他还怕抢你风头 行了 看在老夫的面上都别吵了 对啊 他们不相信你 爷爷相信你 这千年雪莲 你也收下了 哟 老爷子就知道护着这个废物 人家好少不非污蔑多少 好了 这件事情是一个误会 林阳 可能被一些小道消息蒙骗了 好少 还请你别放在心上 青年 拿你的话 既然是误会 我怎么会放在心上 好少就是大人有大量 不像某些人 行了别说了 过两天的千亿订单 新公宴 大家有时间的话都可以过来参见 哎 对了 听说这千亿订单 还是好少帮忙给恢复的 要不是好少 动用人类关系 这千亿订单可就真丢了 所以 这件事 我欠好少一个大人 不止如此呀 今天啊 刘总差点被赔名欺负 多亏了好少 请来了林管家 这才救了刘总的 好少 好 谢谢你 关照我们青年呐 没什么 都是举手指头 爸爸 大人家 明天为家主报仇啊 确定是那个柳青年了是吧 少爷是那个林阳废的 家主会死 和那个柳青年 白脱不了关系 很好 柳青年 林阳 你们两个人 都得给我死去 去查查他们的位置 林阳形容不清楚 但柳青年会在长阳酒店 举行千亿订单庆功宴 走 今天不是你和柳家的庆功宴吗 约我来干什么 庆功宴算什么 只是找个理由 和林先生约会而已 别开玩笑了 说正事吧 这四五中也来了 这四五中也来了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陪你 是你杀的吧 楚小姐太干得心了 哪有正常力 其实她死了就死了 刚才的国哥哥叫裴光 是战区将军 势力庞大 千万不能小区 我会相信她 这不是只会吃软饭的废物 我记得青年好像没有邀请你 怎么脸皮这么厚 我记得青年好像没有邀请你来吧 怎么脸皮这么厚啊 我记得青年好像没有邀请你来吧 怎么脸皮这么厚啊 还有你 撑个几个水 别迟早会脱虎啊 我好不脱虎关你 你老娘给人家 少早晚把你搞上去 慕容家族大少爷 慕容云到 什么慕容云 特权上来了 帝都第二家族慕容家 没想到他们的大少爷去的 他也给你面子了吧 公平慕容云 你跟我过来一下 走 好 难道赵狐狸将这什么慕容云不成 看他这搜狐样子 帮上什么效应 不假的 我才是你面子 我说过很多次了 我不同意这些 更普通的那些事 你 你 你 某种少爷 闻 哎呀姐 你啥时候能够换辆好车呀 我每个月给你不少零花鞋 难道还不够我们的 以前是够 那我现在不是把钱都投给好事一样了吗 我已经身无封闻了 那就等分红吧 哎 哎 哎 姐 你怎么把林洋的贵物给起来了 真是乖气啊 我可没请她 啊 你没请她 没请她 还敢 真不要 哎 哎 好漂亮的女人呀 哎 给我老实点 今天那个商店女王处林仙来到 怎么能有这样的想象 嗯 商业女王 听说她的年龄才二十出头 哎呦 秦妍 这尊大人物 咱们可得把握好机会呀 放心吧 他能把签议订单给我们柳氏啊 想必对柳总肯定是欣赏的 对对对 我怎么忘了这茬呢 现在再看看林洋的废物 就只能让苦力去管你自己人 速度 算了吧 对 好少 我听过去说 今天商界女王处林轩会到啥 你有相信吗 据说这位商界女王和一位青年才俊在一起 今天的宴会长估计会公布这个事情 哎 这没法有此理 像处林轩这点人物和我们相比 已经是两个世界人 今天能够目睹一眼 也算是三身有镜 好少说的对 我们柳家如今能跟这位商界女王合作 是不可多的的机会 你一定有 你这个吃软饭的废物 听见了吗 我们柳家马上要跟 欣赏你们合作 你要是识相一点就赶紧活 我已经和柳家断绝关系 没必要再招惹我 招惹你 你别把自己看得太高了 像你这种只会勾搭蝴蝶金的废物东西 我该被拖弃 不得不说 你小子运气真的好 哎 能阻挡这样一位女人 只可惜 人家只不过跟你玩玩 转眼就把人抛弃喽 你们再这么张蕴蝶先生 就不跟他一气不下 再取消了新一订单 再取消 上次就是他捣乱 害得人家处林轩 把订单取消的 你以为他有什么本事不成 我劝你这个蝴蝶金啊 还是好自为之 别和这个废物 一起得罪的商业女王处林轩 这后果你可承担不起啊 那你们就没法自己 得罪了那位商业女王 没有 我们呀 可不像你们俩 那么牛眼的劲儿 我们才不会得罪商业女王的 欢迎各位 严股业 今天的庆功业 现在正式开始 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 你调写上台词词词 这 这 怎么会是他 妈 这不是你是内心吗 他怎么上去了 不会吧 他就是褚小姐 他怎么会是他 严总 这 太麻烦了呀 欢迎各位 来参加本市的庆功宴 大家应该都知道 我们褚家将千亿订单送出了酒家 但我想说的是 这并不是我们褚家的 而是有一位本市超学的青年财俊提出来的要求 我们褚家只是负责执行而已 褚家 褚家竟然负责执行 这名年轻财俊本市有多贽贵啊 一句话 就让褚家送出了千亿订单 这要是谁把握住了 就是金归序了 听褚小姐的意思 她说的不会是 不可能 那就是个废话 怎么可能任褚家送出千亿订单 刘总 这不可能 这一切都是我凭自己的能力 还有好事的帮忙获得的 怎么可能会是她 肯定是另有期的 刘青妍 我们的资源结束了 你已经输了 现在有请林阳上台 现在有请林阳上台 为什么是她 不可能 这不可能 难道招商会的亿万身家 取消千亿订单的都是她林阳 你说对了 你们一直瞧不起的窝囊费 其实真实的身份 是要让你们所有人 都要来忘了存在 你们柳家 以为能够凭借着千亿订单绝死 又想一脚踢开林阳 孰不知这千亿订单 就有她做的 很遗憾 你嘴里讨厌的默玉金 去商界女王 而所有人都在 是要让我们褚家 都要女人关分的存在 你喜欢当天狗 只可惜 便宜脱水 妈 我们现在怎么办呀 我 你们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她心度那么高 要知道如此 我 陆总 我们把楚小姐折腻惨了 怎么办啊 林阳 你说的这一切都是真的吗 你们这群白痴 被人骗了都不知道 沐龙少爷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我倒是想问一下我的未婚妻 她到底什么意思 楚灵轩 是沐龙的未婚妻 可楚灵轩 怎么还跟这个废物纠缠不齐 你肯脱 我是冬队丫家 木楼下的少 你们楚家和这个小白脸 只不过是团情可变 我的看法 这种名字 你不找的 我再给你追悟一下 你陪我追悟 把她都换我面 放开你的脏手 你这个小白脸胆子还挺大的 别以为楚灵轩给你做了个身份气候 你就把自己当不是 木楼上来的意思是 楚灵轩是为了气她 才假装跟林阳要好的 木楼上来的意思是 楚小姐为了气她 才装到和林阳很要好的样子 可许要了 我当时就警告过她 别和这个小白脸太亲 要不是我今天过来 不知道她 她以为你和这个小白脸在 哦 原来楚灵轩不喜欢木楼 是拿林阳来报复她 妈 你觉得可信吗 人家可是帝都第二家族的 木楼少爷 有必要撒这些 那 这么希望林阳其实还是个废物 你吹得我差点后悔当初的行为了 那个废物真的怎么都是 因为碰到楚灵轩那个生计 对啊 你和楚灵轩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给你最后一次见 当着所有人的面 答应嫁 不什么的话 哼 一定会杀了 你说了 我不喜欢你更不会嫁给你 你死的都能说 本上想要的 谁也支持不了 告诉你 今天你嫁严的嫁 我嫁严的嫁 我这个钱里没搞清楚 不过这 本上是木楼家二少爷 我一声立下 就跟这神肚子灭 我 我 林阳你疯了吧 他可是帝都第二家族的少 你怎么敢动手 我的事不用你 既然他不想嫁给你 那我今天就做决定 我宣布 慕容家和楚家的联姻 取消 陈先生 慕容家可是帝都第二大家族 你明明那些人历史千倍 没关系 再厉害了 我也不会 糟了 我告诉你 我慕容家的高手 马上杀到江城 到时候我看谁能保住住你 那我建议你慕容家的所有高手 都过来 以免我不够杀 我给你三天 三天后 我们在小民医院 后 我们在小民医院 小白脸 你用杖志 你一定会死掉很难的 疯了疯了 人家闯下大祸了 哎 你这个只会吃热饭的废物 你知道他说什么吗 啊 那可是慕容家的少爷 终于回来 我们整个僵守都存了 是里呀 不 清言呀 这可怎么办呀 万一慕容家迁怒过来 我们就完了呀 好少 上次你就请了林管家来帮忙 不知这次 谁是柳清言 谁是柳清言 长官 我是 请问有什么事吗 根据群众举报 你通敌叛国 我们走一趟吧 长官 您是不是认错人了呀 我们柳总啊 平时都在捐款做慈善 怎么可能通敌叛国呢 对对 我们家清言 不可能做那种事情的 长官 要不 要不您再看看 你们既然想要包庇 那就全都带走吧 长官 我跟他们没关系啊 我跟他们没关系啊 把他脸带走 我叫陪光 是大夏东战区的战将 你们 应该都听过我 战将 他躲一躲就好 整个江城 都不存在了呀 出家在他眼里一纷不迟 完了 他们不会认为盼盼的死 咱们有关系吧 柳千言 我弟弟 是不是你杀的 长官 你弟弟 不是我杀的 不是你杀的 难道我弟弟 突然报庇不成 好 既然醒了 那就指认一下凶手吧 老白 他就是柳青岩 我爸的死 肯定跟他有关系 还有他 他之间根本有矛盾 我也有嫌疑 黑少 不关我的事 多数误会 看来 不失联手段 你是不可交代 我打断他的手脚 慢着 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他可是好是妖的少爷 而且 跟林管家还有交情 要是让林管家知道了 林管家不会放过你们的 大白 那就没错了 我妈取舍的时候 林管家就在现场 这小子绝对的是石座庸城 敢做不敢当是 我平生最恨你这种人 给我死 丑管 这林管家跟我没关系 确实是误会 浩少 你有林管家出腰 何必怕他们呀 闭嘴 浩少 你打我干什么呀 倒是不是你给林管家打电话 去来救我姐的吗 丑管 你别听他小子胡歌八道 那天林管家他出现了春秋的巧合格呀 倒是这个臭婊子 他一向情愿把供楼扣在我头上的 我 是小西柳青妍 对胖水推出罢了 好少 不是你帮了刘总吗 帮你妹 那林管家是什么身份 你要是能请动他 我好事一叫还至于破产吗 好少 你的好事妖艳怎么会破产呢 不是说要上市的吗 上市的 上个屁 老子就是忽悠你的接盘而已 要是真有那么大的功力 能不能找你呢 好呀 你一直在骗我们 报仇 我把所有的钱都都拖进去了 你去外痴 早就把钱卷在国外去 就你们这个闹子 就能拿到签去顶端 你是懂得狗屎吗 好呀你这个畜生 你给我赔钱你 哎呀 想当初林阳说的也确实 是 你跑去 你们没有一个人愿意想 我回复签一订单的事 那也跟我没关系了 我爸家可就没给出家打电话了 我对这顺便请了个便宜而已 没想到你这个臭女儿竟然还深信不掩 真是你 认不证 哪些事都是他做的 臭官啊臭官 我这就在了这么多事情就是为了证明 我和他们真的没有关系 更不可能还迷眼啊 你和柳江人有没有关系我不管 我只想知道凶手是谁 说出来 我可以饶你一命 否则死 死 我不想到吗 一定是林阳这个小子 林阳 就是废了你双手那个人 对 他的嫌疑全是最高 他在哪 哎哎哎长官 他就是林阳的妻子 据我所知 他们的感情很好 他一定知道林阳在哪 哎哎你放屁 他们早就离婚了 或是他们闯的 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啊对对 长官你要找就找林阳的麻烦 我们是无辜的 无辜 在没有找到凶手之前 你们所有人都不是无辜的 柳江人留下 其他所有柳家人 都给我关起来 你要把他们带到哪 柳青眼 你现在该关心的 应该是你自己 说 林阳在哪 还有 我弟弟的死 是不是跟你有关系 林阳的死跟我无关 至于林阳 我也不知道他在哪 不知道 看来 多给你点苦头吃 你是不肯开口啊 哎呀 让他给我捆起来 放开了 你这个滥用鱼拳 看来你还没搞清楚 状况 你的命现在在我手里 我让你生 你就生 让你死 你就没死 我再问你一遍 林阳在哪 不知道 哈哈哈哈 喜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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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难过 太过了 那 大白 能不能让我亲自动手啊 哈哈哈哈 好啊 既然你喜欢 那就试试吧 哈哈哈 你说 说不说 你杀我 行了 平常人也最多三遍就承受不住了 他都挨了几十遍 估计快死了 我就不信 娘不来 哎 林先生高舍的同志 柳星妍被承受 平民大公 他以通敌判骨的罪名叫柳星妇抓走 并且私自离行 别包心来干脏 在西数罗地区工厂 我能信他们是在买头 是我杀了我杀了我杀了我 哈哈哈哈哈哈 这边的我终于来了 这人在 是 你能卖我喝呀 原来是个博物高层 看来我弟弟就是被你杀掉了 现在到我弟弟凌前磕头戒罪 可以给你的痛快 连你的上司赵无极都不敢这么说话 你是个神奇 你是赵秦帅 他在赵无极的辈子留你一个全身 儿女将十股无存 我撤你完了 这个疯子杀死了明爷还不够 当着长官的面杀死了佩少 你叫软发男 是要害我们都撞在这儿这样吗 你这个疯子 还不赶紧给长官跪下来自杀些罪 你想害死吗刘家梦 你先敢杀我侄儿 找死 给我杀 杀了他 原来是一名五道宗师 难怪这么猖狂 但今天 我必死 我必死不疑 怎么会这么强 麒麟 又认识赵山川 难道 难道你就是 搅动中州风云 消失了十年之久的麒麟子 他是林家的麒麟子 林长哥 难道这位就是 脚的踪踪 满城风雨的灾心 让无数人寝食难安的妖孽 帝都残念的是副勇者 林长哥 哎呦 哎呦 我们到底错过了 多大的机缘呢 哎呦 我竟然一起和传说中这么大的勇者在作队 完了 我们完了 将军 我们的大部队来了 这小子就算在厉害 也不可能打得过几万精锐士兵吧 你说的对 竟然一心得罪了麒麟子 那就必须竭尽全力 杀了他 我不信他能抵挡住我数万精锐士兵 我承认你的身份高贵无比 甚至连赵神社见了你 都能给你跪下来 他今天真是我的主张 我有四万精锐士兵 灭了这江城 我轻轻松松 何况 灭了意 你以为只有你推脚吧 我意思 将军出大事了 我们的四万精锐士兵被包围了 是吧 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 你缺缺四万精锐士兵 你却完了 首先在火大上 这里就交给你来说 我是谁 哎呦我悔呀 我刘家错过了这么大个机缘 哪 哎呦都怪你这个畜生 要不是你 我们的家也不会被骗过 对 我们还错过林阳这个精锐士 你 你们审理你中脑子不销进他 你让他对我 真是可笑 你 林阳 我这是 啊 是好见就了你 你没事我就先走了 对不起 是我错过了你 林总说的哪里话 哦 我已经叫了你那个什么谈秘词 他一会就来接你 你养伤吗 那你呢 你去哪 我们已经离婚了 我去哪 跟你没有关系 那呀 我们 刘总 有些东西一旦丢了 就讲不会 你自己 九更我结账 刘总 请稍等 呃您这边呢是一共消费了223万 那你打完整之后呢是两百万 两百万 怎么这么贵啊 啊 你们一共是要了六瓶罗曼尼康蒂铜酒 嗯还有一些其他的 哦那个 罗曼尼康蒂 我们没开 要不然退了 对 不好意思 我们这个退不了 我都刷了 你好還差一百六十元 劉總我要是沒記錯的話 您不是得到千億名單發家致富了嗎 怎麼做現在連個幾百萬 我這都不知道嗎 他一家就把楚家擇罪了 楚家把千萬名單取消了 現在他家早就破產了 沒猜錯的話 他今天還跟別人談合作了 也不看看自己幾斤幾兩 人家能看得上嗎 原來是破產了呀 那你還敢來我們這種地方消費 你消費得起嗎 我就算現在沒錢了 你們也用不著這麼狗眼可人逼個 那你付款呀 我們堂堂碧樂集團的劉總該不會 極致 這張卡試一下 這張卡是015年前送的 應該不可能有幾百萬 劉總 不好意思 是我剛才說話有點大聲的 你收好你的卡 成功了 李央給我的銀行卡里竟然真有錢 這張卡里真的有一百六十塊 嗯 柳小姐您是需要查詢銀額嗎 我們這裡的POSE機是可以查詢的 查一下 好 好的 我和他雖然是夫妻 但裡面最多也就幾百萬吧 這 這 怎麼了 怎麼了 小姐 您這張卡里面有500億 什麼500億 呃 陳先生 說好了 要是你說了 你就答應娶我好不好 你說了都快一百次了 萬一呢 畢竟林家給名證中中的麒麟子 這可是八輩子都修不懶得夫妻嗎 洛宴 你怎麼了 是慕容甲 他們聯合了林家所有的叛徒 偷襲我們林家所有高官 導致家族打亂 什麼 少爺 他們收下了擂台 等您前去迎戰 這一戰 誰生 將會成為正中的武藏拔主 老義慕容甲 羅爺 你好好休息 剩下的交給我 我 我得親自後送您過去 我來試試 各位 可還有上台酒站的家座 誰要是贏了我慕容甲這位刀 誰就是誰 今後無勝吧 哎呦我說你這小子呀 人家大家族的那台塞 你你去幹嘛呀 你這不想活了你啊 我就想試試 萬一萬一成功 你這是個不同人 怎麼可能打得過人家 秦彥 這可怎麼辦呀 你弟弟要是殘廢了 這後半輩子就完了呀 傷得這麼重 想吃好飯是不可能的嗎 現在我我知道錯了 我不知道 你去去 除非 他除非什麼 除非林陽給的那個千年雪蓮是真的 才能治好 不過那千年雪蓮可是神物 得到 爺爺 爺爺 把千年雪蓮帶來了 你們之前不是說 這千年雪蓮 是假貨嗎 沒有 死馬當活馬醫吧 快 疫情蝼蚁 千年雪蓮是何等神物 就憑你們也被拿到 哎呦我這千年雪蓮是真的 廢了廢了 林陽怎麼可能得到這麼千年雪蓮 難道兄 他之前真的沒騙我嗎 這怎麼壞事 這千年雪蓮竟然是真的 我 我竟然真的恢復了 這 秦 之前是我們狗眼看人爹 從現在開始 你一定要好好照著姐夫 我們柳家能不能覺醒 就看他了 對對 秦 你一定要抓住林陽那個金閨婿 之後見到他 幫我們說聲 秦 秦 我怎麼去 沒看到慕容家幾乎要把林家滅絕 現在慕容少爺就在等林陽那個廢物過來了 呸呸呸 你不要抓住林陽我們現在的目標是慕容家呀 對 對 林家就是再厲害 那也是之前而已 你們這句話都說的不錯 今天 我 林家慕容家 我慕容家 要成為大廈的無常霸族 才是慕容少爺有遠見 培養了這麼強大的外國無常 對 對 你像國內這些有眼無珠的大家族 還想跟約翰大人作對 我慕容家的實力你也看見 有約翰在 誰能踢 呸 藏藏大廈 何時需要一個義族人來決定 誰才是罷子 對 大廈才是賣到 在義族人沒有資格來接什麼大廈的罷子之外 一起造了病毒 不服就上海給老子打架 我要交換換病毒 一群只為打死不好 好 不是請的 遇害 實力為真 才是實力 我把八黨出來帶著 好 我們來著 不知不知 你們一起上吧 不是說你們到夏天都要回五國嗎 要是廢用水壁嗎 要是沒有人敢上來的話 那霸主之位就是我慕容家的 而天下第一武者 就是我慕容家這位外國勇人的 讓一個死人當大廈第一高手 這不太好吧 讓一個死人當大廈第一高手 這不太好吧 林陽他們就是等著你來送死的 你快走 你快走 我只是怕他就送死 給我們國家的臉 你這個傻人 從頭到尾文雄 你 你 你是我的尾文雄 你撒大五四棒就廢話去畫 你現在被面世上 你們的連姻我取消了 你們慕容家 仗著一個外國的笑 真是不過了 哈哈哈哈 慕容家不过 你敢不敢上台跟他一战 为何不敢 就你这小身板还敢跟我们卫过你 我看你就是找死 就是 别以为自己会两招就很能打呀 人家啊震惊世界的绝世高手 你要是把他惹怒了我们都得死 你不错 我一须你给我生个孩子 真的吗 要是能跟约翰大人的贵族血统结合 我也算是为大象模糊了 贵族血 你们这群无脑 除了拜金 还爱道歉这些外国 行 既然这么喜欢舔你们的外国爸爸 那就滚出我们的大象 少爱我们的眼 晓晓 你可是连家的独迷 军资老仇 十年不满 这外国老的实力 恐怕一大 破神经 我们各大家族告诉 连手都听不过他 更何况 你还这么年轻 谢谢 不过今日 他们必败 不说你是那位林家青林子 你唱歌 是 看你身上的机器也不怎么样 就你这样多种被称为大象百年 拿到一阶的天才 你大象 不过如此 一言说完了吗 说完就动手吧 找死 岳海先生 您确实守得对 他确实找死 不过您放心 他再厉害也提不过您一招 就是呀 他呀 就只会花拳秀腿 拉抵得上您的武学 造语精神啊 杜总 杀了他 不是霸主之位 就是我欧容家的 我好家已经贪负上的慕容家 等这羚羊一子 我好家就是江北的低头蛇 就算你是林家的麒麟子又怎样 也不该如此自贪 终究是高看你 怎么的风都大不破 我一天走就 你要干嘛 我泱泱大夏 乃里一只棒 其容满一跳 暴灭欺人 日强凌弱 精神 我就要让他们知道 犯了大驾者 飞眼必顾 一掌就咬了慕容家的决定高手 不 是一根手指 不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他可是化身镜 你怎么可能伤得了他 区区一个毛猴子 敢对我的大夏撒眼 死后 原来 他的能力这么强 我之前还说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现在看来 确实是这样 这 这 他还是人吗 不可能 说吧 还有什么疑 不 别杀我 我愿意成佛 让一个异族 参与大夏的那个 你觉得我会留你这个吃里扒外的败类吗 我 我 林家麒麟子 林长哥 今日 在此宣布 大夏今后 只有一日霸主 那就是我 啊 我 你真是 我 林阳 你爸之前对不住你 我已经给了你多指定 你们柳家的所有 都已经被我 今后 就老老实实做一个同人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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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我猜错你很厉害 但还是低估了你的实力 你说 你取消了我的联姻 那是不是 该帮我挑一个好的结婚对象呀 如果我没有展现我的生命 和实力 你还会说最深呢 如果我说我会 你相信吗 利昂 我想和你单独谈谈 我走 有什么话直接说吧 我知道你已经对我彻底失望 我承认 之前是我口是心非 如果你想 来跟我复作的话 就算 凌亚 我都跟你道过歉了 难道你要这么绝情 要忘记我们之间的感情吗 到底是谁绝情 这段时间 你还不够绝情 可我那是被蒙蔽了 柳青妍 我之前跟你说过 有些东西一旦冰了 都在一场 所以 你要跟他在一起是吗 我说你 都离婚了 还管理人 如果他没报出真实的实力 你还会来得及 我 柳青妍 记不记得 你想要说过这句话 是吗 我们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 当你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就真的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 既然你想离婚 那你就不够 那我们让你温柔 让你温柔 也让你 随着人泪流 喲